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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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把人家拖下腿 這是我意思 好 我昨天晚上都很明辭的提案 所以沒有時間做PVT 請大家限量 就是我今天要提的 對 我是立委若選人鄭博雲 然後現在在新北市新電區的地方 我兩年前在那裡選舉 然後選完之後在那裡成立了一個 新北市在地深蹲協會 對 然後呢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計畫 就是在地深蹲協會有一個新的計畫 要跟大家來做提案 欸 臭歌了 太糟糕了 好 大家可以上在地深蹲協會的網站 我們在CEO做得很爛 所以可能要直接輸入我們的網址 我們先談談說為什麼選出後的兩年 會突然想要做議會監督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318的浪潮之後 其實很多開始做國會的監督 然後地方議會的直播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人挖了類似的專案 挖了類似的坑 然後再做了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地方的議會監督 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我們現在在地方做耕耳 就會發現其實地方上的觀山勾結 或是地方勢力的勾結 其實很多耕語 很多人 你都會一直聽到傳聞 只要你常跟地方的婆媽聊天 他就會跟你講說 欸 最近有一個什麼那個開發案啊 其實是一個誰是誰在做的 然後背後就是某某議員啊 其實都會聽到 可是為什麼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揪出來呢 因為這些都是口耳相傳 你只要說出來他就變成是抹黑 其實他們做的步伐的事情 沒有人物實的東西拿出來 就只是淪為一個口耳語而已 那這樣這些耳語其實是沒有辦法 改變地方的政治生態的 就連我們現在一群年輕人在地方 神蹲都也沒有什麼辦法 實際上可以插手跟改變 那所以我們其實覺得關鍵的問題是 這個地方勢力之座也沒辦法突顯 他步伐的嚴重性 是因為這些人更沒有知名度 我想詢問一下大家 你們是不是關心政治的人 你們可以說出你們選區的市議員 叫什麼名字嗎 應該沒有人說得出來吧 應該只有落選人說得出來 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呢 為什麼你認識台南市議員 你認識誰 你認識謝榮傑 為什麼 因為他很好笑 所以其實我覺得關鍵問題要 透過議會監督引起話題 關鍵的問題其實就是 要讓他們變有名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我們想要 先要來做一個議會監督的提案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做 現在已經有直播了 現在也是在地的議會已經有直播了 那透過這些直播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promote 把這些人promote出來 讓大家看到他們在議會裡面 到底在質詢什麼東西 到底在亂說些什麼東西 把這些焦點 把這些亮點凸顯 那接下來我們當他們有不法的事情 當他們有關上勾結耳癒 才有可能透過媒體的方式來做發酵 那我們現在其實有的成果就是這個網站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我們需要網站的設計師 我們希望這個議會監督的專案 自己可以有他的網站 然後有很多熱血的志工 我們可以把議會監督門開的站得更低 那就對於說我今天挖了這個 可能是還是很不完整的 可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參討 謝謝